人生就像風一樣, 明明感受到, 但怎樣都捉不到, 可惜, 可惜 阿寶, 什麼事這麼感性呢? 剛才小女子在街上逛逛逛的時候, 見到一隻很有趣的小狗, 打算跟她拍照的時候 就發覺畫面裡面的小狗, 亂到一隻東西一樣 是呀是呀, 你怎麼知道的, 難道我就是千年一遇的不幸美小女, 連天都不喜歡我? 明天再拍一個 你又知道明天可以拍到? 因為有我幫你忙 其實無論是拍小朋友或是動物, 拍攝最大的難處莫過於主體太動動 不過現在的單反已經非常先進, 我們可以教她連拍模式 入門的相機一般可以做到一秒三張相片, 高階一點的, 甚至可以去到一秒八至十張 那是否這樣按住按鈕追著她們拍就行了? 還差一點, 我們需要多一樣東西, 就是把對焦設定做焦點追蹤功能 這樣就可以一直按著快門拍了, 無論是多活配的小狗 或者是多伯業的小朋友, 都可以拍得一清二楚 那好吧, 我們馬上去拍吧 壞了嗎? 挺像的 第二個 都猜到了 其實由第一集開始已經說 ISO光圈快門缺一不可 你這些相片雖然已經加了連拍功能 但應該把快門調快一點 這樣才可以拍到清晰的相片 不用這樣啊, 再拍吧 再教你幾招了 好 我們可以利用連拍 將適動的東西追她動感的一面拍下來 那你有沒有想過, 將一些靜態的東西增添動感呢? 其實我在說的是Time Lapse 是一種為相片加上特別效果的拍照方法 例如我想將香港中環一日的變化 濃縮成十分鐘的短片 又或者我們將幾個小時的海景 濃縮成一段三十秒的影片 嗯, 像好可愛這樣啊 但怎麼做到的? 其實一般的影片一秒入二十四格 所以我們需要二十四張硬照 來製作一秒的影片 而拍照的時間距離 會直接影響影片最後的加速率 而我們的工具是需要 相機、三腳架、快門自動控制器 以及一堆解門用品 三腳架是用來固定影響的地點不變 快門控制器是用來設定影響隔距的時間 如果你要拍足一天的話 解門用品就是你必然的選擇了 之後我們要選擇手動模式 確保每一張相片的曝光都是一致 最後你就可以好好享受你Time Lapse 的成品 開心嗎? 又做甚麼? 你甚麼都懂 我真的不可以沒有你 所以不如你以後也跟我一起拍照吧 這三集的資訊 都是給大家一個基本的影響概念 引起大家對拍攝的興趣 只要不要怕失敗 繼續努力嘗試 總會拍到一張能夠感動自己 和感動別人的作品 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又或者對其他電子用品有疑問的話 都歡迎來到我們封閘 找我們的專家幫幫忙 kit 馬來呢 doctor 來 ro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